哈囉大家好我是綠寶 一天過去了是不是已經超過32等級 來到33、34等級左右啦 昨天發了冒險紀錄寶箱位置後 很多人就在問啊 後面的三塊區域冒險紀錄寶箱在哪裡拿 可能很多人都還不知道怎麼走 或者還不知道怎麼拿 也不知道確切位置在哪邊 沒關係 今天這個影片就直接跟大家講 剩下的三塊區域的寶箱位置 首先我們先從木耳森林介紹吧 你問我為什麼我先從木耳森林介紹 那是因為剛好我在這邊打混沌之門 索性我就把這本寶箱拿來拿 然後錄製了接下來的影片 來我們出發 我們先找第一個寶箱 它位於木耳森林的左半部有兩個 那上下各一個 那我們先從下面拿吧 OK那我們下面的第一個寶箱 就順利拿到 我們往上面拿 那我們就接著往第二個寶箱的位置出發吧 那這些寶箱不外乎有加倍藥水 特產的紀錄 這些不只可以提升練功的效率 還能增加戰鬥力 屬於我們這種無克奈米克非常重要的資源 好嘞 第二個也成功拿到了 接著我們玩第三個寶箱 它在地圖的右下半部 那我們直接出發吧 嘿嘿嘿 有沒有看到前面亮亮的啊 就是那個 我們要就是那個寶箱 好這邊我們拿完木耳森林的寶箱之後 別忘記點選紀錄 領取寶箱獎勵喔 拿木耳森林之後 我們前往下個區域 克雷納斯東部 到了克雷納斯東部 要注意第一個寶箱位置 它不是在石頭上跟法陣中間 而是在地圖的下方有個遺跡碎片上面 這塊是比較少人注意到 而且是比較多人找不到的一個寶箱 你看我這邊跳不上去 所謂三不轉入轉 我一個鬼轉 將將 第一個到手 那第二個寶箱的位置 在地圖的正上方 這是第二個寶箱的位置 開完寶箱後 我們拿這張地圖的第三個吧 第三個寶箱的位置 位於地圖的中間下方 全部寶箱拿完之後老樣子 記得領取紀錄裡面的獎勵 獎勵領完之後 我們往最後一個 色雷涅森林地圖走吧 由於我們這邊等級還沒到 也沒有解到主線任務的關係 所以不能使用瞬間移動 那我這邊只能騎著我們可愛的小狗到達目的地 第一個寶箱在地圖的正下方 這邊如果正面跳是跳不上去的 必須得從側面跳躍兩次 才能夠順利的拿到寶箱 第二個寶箱在地圖的右下方的延續上 這邊製作小組很用心喔 不想讓我們這麼簡單的拿到寶箱 還要動點頭腦跟技術呢 拿完第二個 我們就前往最後一個寶箱位置吧 第三個寶箱在地圖的中間上方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寶箱 這邊寶箱領取也沒有太大的難度 很輕鬆的也可以獲得 OK 那這樣三張地圖的紀錄寶箱就全部到手了 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希望能幫小弟點個訂閱、按個讚、分享一下 謝謝你 我們下次見 掰掰